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时事报 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雄安新区发布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目的是指导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基本依据 规划期限至2035年 并展望本世纪中叶发展远景 按照规划进程雄安新区在17年之后 将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而到本世纪中叶将成为金经济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级 据法广援引西华社的报道说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 雄安新区发展定位是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 协调发展示范区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 建设目标是在2035年 基本建成绿色低碳信息智能 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成为金经济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级 构建科学合理空间布局 坚持生态优先 确保新区生态系统完整 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 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占新区总面积的18%左右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占10%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新区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30% 建设用地总规模约530平方公里 严格控制城镇开发边界和人口规模 合理控制人口密度 新区规划按每平方公里1万人来控制 打造优美生态自然环境 实施白洋电生态恢复 恢复电泊水面 电区逐步恢复至360平方公里左右 正常水位保持在6.5至7米 水质逐步恢复到3到4类 远景规划建设白洋电国家公园 开展环境综合治理 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依法关停严禁新建高污染 高耗能企业和项目 严格控制移动源污染 实行国内最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 严格监管非道路移动源 严守土地环境安全底线 加强污染防控监测治理 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 规划建设一垫三代九片多廊 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 新区森林覆盖率 由现状的11%提高到40% 作造高品质城区生态环境 实现森林环城 湿地入城 三公里进公园 道路100%林荫化 绿化覆盖率达到50% 提升区域生态保障 形成连山通海南北交融的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金融机构 高科技产业 医疗健康机构 高端服务区 产业发展重点 优先发展现代教育 建立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升社会保障基本服务水平 高标准配备医疗卫生资源 建立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 建立新型住房保障体系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形成供需匹配 结构合理 流转有序 支出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 住房供应格局 严格控制房地产的开发 建立严禁投机的长效机制 探索房地产金融产业的创新 构建快捷高效的交通网 优化高速铁路网 新区20分钟到北京新机场 30分钟到北京天津 60分钟到石家庄 完善高速公路网 新区60分钟到北京天津 90分钟到石家庄 起步区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90% 起步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率高达80% 探索建立智能驾驶和智能物流系统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新闻时事报